这非常实用的相片的板架 那这边的有一个空间 可以放好多张的照片 那这个是设计一个小鼻桶 再给它放一对的野鸟上去 整个价值质感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照片呢 我们是做的适合放五成七的 现在自拍太多了 你可以自拍洗出来以后 再给它复备 你可以放很多张 这个可以放很多张 那你想要欣赏的时候 就这样慢慢欣赏 超方便的 你可以多做几个赠送给一些亲戚朋友啊 然后放上野鸟就不一样了 就很别致 竹鸟又叫做中兆鸟 可能它的声音比较刮躁吧 就棕色的兆鸟 那棕色就是咖啡色 那它全场28公分比较长 所以需要2公分的球大一点的 那你包这个的话 就是黏土要比这个球多一些 才会好包 先黏住了 先黏住 然后再搓圆 一头筋 那它的头部呢 要改成棕色的 所以不需要拉长 到这里就就好了 那尾巴 尾巴把它剪一个形出来 剪掉比较有形 然后稍微拉长一点 头部一小块的土 搓圆以后一头尖嘛 然后变成三角形 三角形 就往这个地方带上去 这个粘的地方沾一点水会比较好用 然后再用竹签滚下来 水不要沾得太多哦 沾得太多有时候手会黏大大着 就好像沾这样 有这样沾一点点就好了 好这个头部弯下来 它嘴巴尖着 它的特征 它的眼睛大大的三角形 三角形 所以你先搓出洞以后呢 你再给它画出三角形 三角形的 它向上的三角形 这个到时候是擦蓝色的 它眼睛有点蓝色的 三角形 我再看一下这一边 一边一边一样 就是搓 搓一个洞 然后 再给它压出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里面 它的眼球 是蓝色的 所以它的眼睛蛮大的 看起来有一点凶凶的 这个尾巴剪一下比较有形 剪一下比较有形 剪过就感觉很好 好,这个是一块土 搓厂 做它的尾巴 再捏薄一点 从这里 如果尾巴太长了,再剪掉就好了 不够的话就麻烦了 我宁可太长一点,然后再剪 长一点 然后不想这么长,我就再剪掉 然后翅膀 两个一样大的小球 搓尖压扁 搓圆,搓尖压扁 然后剪一长一短 一长一短 沾一点水 从右边的先黏住 再黏左边的 黏住了以后 这边滚一下比较平 就是这样子 竹鸟又叫中兆鸟 所以它全身都是褐色的 它的最大的变化是眼睛有蓝色的 三角形 那有蓝色的底 然后这边有一道白色的线条 蓝色的不好擦 所以你要先用白色的打底 白色的打底 然后这里 你要用立可白的时候 稍微压一点力量 它就出来了 颜色就出来了 压一点力量 它就出来了 这个白色要先打底 打好底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蓝色的涂上去了 这样子的颜色才会鲜艳 你如果把蓝色画在咖啡色上面 根本就画不出来 所以你要先用白色的打底 好,这个慢慢擦 然后你用黑色的 把这个眼睛勾出来 三角形勾出来 嘴巴黑黑的 然后这个线把它勾出来 我这个 这个 翅膀的尖端都有黑色的线条 还有尾巴也都有 看你要粘在哪里 那个位置就沾水 把粘土弄成泥巴拧 这样子才粘得住 然后再用力的压 都出来的 再用竹签把它剃掉 它干了以后是粘得很好 你不用担心 除非你没有用水啊 你没有用水的话 它就没有粘着性 我可以有消费 以后可以再出品 但竟然只有楼 不會理好 程度